大家好,我是锦匠,前几天南哥拿了这么个东西给我,说他搞了一个星期,都没有弄懂这东西怎么用,既然用不成,还不如拿给我拆掉,能有什么电子产品是我搞不懂,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外观,有点像那种床头可以显示时钟的音箱,顶部还有个黑色的天窗,一开始我还以为又是个屏幕,仔细看了一下,里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很多红外线发射管,再加上这里的麦克风标志,我推断这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小爱同学的智能语音音箱,背面这里的英文应该就是他的品牌,底部的产品信息一大堆行物, 这个什么Clover,什么Glock,应该就是他的名字了,这么简单的东西呢,有什么难的,我开始怀疑南哥的智商了,我们插上电看看,哎,有显示了,估计这语音是用不了了,听个歌总可以吧,我们连个蓝牙试试,既然发现不到设备,这么神奇的吗, 行啊,连接不上,当个电子表用也行啊,但是这个时间,进他喵的显示的是韩国时间啊,不行了,上网查一下,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,找到了,就是这个,这是一个韩国叫做never的搜索引擎,推出了一款智能音箱,这个never在韩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百度在中国的地位,这东西和我想的差不多,就是一个韩国版的小爱同学,他用的是高通的这么一个智能平台,什么卓越的音质啊,低功耗,人工智能更好的语音体验 什么的,听着还挺高大上,价格还不便宜,要卖到130多美元,那这东西还是可以拆开看看里面这高通芯片长啥样,反正男哥也用不成了,我们还是老规矩,先拆了再说,整个外壳看不到一颗螺丝,那么根据经验,应该就是从正面的显示板这里入手,不知道它是粘胶还是卡扣的结构,我们先用撬片试探一下,缝隙非常的小,很紧,没有感觉到卡扣的凹凸感,但也不能完全断定就是粘胶结构, 我们先用金属撬棍从顶部撬一下试试,我听到粘胶分离的声音了,那就好办了,直接风枪加热,我其实最怕的就是卡扣结构,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卡扣掰断,粘胶的就要方便得多,只要一加热,剩下的活路就很轻松了,面板粘胶内部螺丝加固,这个结构还是非常科学,继续把这四颗螺丝拆掉, 前面这块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下来了,哟,还拆不下来,什么情况,嗨,这两边还藏了两颗螺丝,一不做二不修,干脆直接把这张导光片撕下来,避免还有螺丝隐藏在里面, 数字显示的方法全部都是单色LED灯组成,最下面和左边有两颗多色灯珠,现在应该就可以把它撬出来了,拔掉排线,控制LED的这块电路板结构就非常的简单,就不再做拆解了,我们现在把中间这块主体取出来,螺丝拆掉, 触摸按键的排线拔掉,主体就可以安全取出,触摸按键这块也不拆了,我们主要还是研究一下它的主板,中间这一坨黑乎乎的就是它的扬声器,还带有音腔,声音还是可以, 说我家里第一代的小爱同学音质差不多,底部是Type-C电源接口,先把这一小块拆掉,拔掉排线, 现在我们拆掉主板上的螺丝,扬声器的连接线拔掉, 红外发射器这里的外壳也可以拆掉,再来把屏蔽罩拆掉,主板的全貌就可以看见了,我们先从最下面来看, 这是一颗ABOV的单片机,带有128K的闪存,用来控制LED灯显示,这个牌子来自于韩国,往上走是一个360度的红外发射头,用来控制其他的智能设备, 在网上这里就是高通的智能音箱方案了,型号为QCS404,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,据说这是目前高通最新的智能方案, 内置了最新的AI人工智能,同时功耗特别的低,可惜这玩意儿说韩语,我是没办法体验到他和小爱同学的区别了, 不过这套方案最让我惊喜的地方在这里,这颗储存芯片,品牌为Forsy,型号是FS702B, 它可是我们国产品牌,体积非常的小,只有小指甲盖这么大,内置了2GB加2GB的一个储存方案, 主要应用于穿戴和物联网设备上,又找到了一些资料,芯片原来叫做NMCP, 优点就是什么Flash和什么LPDDR什么堆叠封装,简化什么走线设计,节省PCB空间,核心电压1.8V,功耗更小什么的, 哎呀,说人话就是牛逼,我原来是在某款笔记本上看到过这个牌子的内存条,上网一查才知道, 原来还是我们国产的品牌,这个品牌所属企业叫做江波龙,成立于1999年, 专门就是做储存芯片的,江波龙在2011年成立了Forsy品牌,2017年的时候全资收购了雷克沙, Forsy这个品牌是专注于行业内嵌入式储存芯片,口碑一直都还不错,和很多国内外品牌都有合作, 其中就包括高通,所以能在国外的设备上看到我们国家的芯片还是挺惊喜的, 我们回到音箱上,这就是全部的零件了,我们现在把它装回去, 我估计这东西就没时间了, 想过要卖出韩国,也不知道南哥是从哪里搞来的,用是用不成了,放在家里当个摆设吧, 看一下韩国实践也挺好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留言点赞关注,感谢您的观看。